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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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说说衣食无忧这四个字 试问有谁不想呢 其实呢 《衣食无忧》这个节目呢 大家看到顾名思义 医和食 会教你一些医术的东西 或者食材的東西 食療的東西 當然就不是花姐姐講 不是花姐姐主講 因為我是一個不是很健康的人 就是雅健康 而我們真真正正在陣的專家 就是我旁邊這一位 曾道偉醫師 就是浸帶中藥碩士 或者人稱艾草包包 為什麼叫艾草包包呢 主要是跟家族的淵源 我們本身我爺爺的爸爸 即是我太爺那一代 就已經開始做艾舊這件事 因為以前新界就是用這些民間的療法 是 很厲害 因為我自己親身體會過 究竟艾舊這件事的神奇之處 這個節目裡面除了講一些艾舊的常識 知識或者治療方法 還會講一些曾醫師很拿手的一些學問 特別是講中草藥和食材 可以的 你自己是不是有鑽研中草藥 好像你是不是在內地也有鑽研 可能我們新界人 本身有周山走 中行行山 變了有些東西 我們可以比一般 你們盛事人多一點 是 艾草包包很厲害 他不單是講一些普通的健康資訊 不是普通的那些 是那些我聽都沒聽過 我真是沽漏寡問 好像剛才吃飯時就提到 有一種叫魚腥草 稍後會說 原來這個核爆之後 唯一生還的草藥 真是很厲害 還有食材原來有時 簡單單的食物 都可以幫到你強身健體 所謂的醫食同源 所以是不是要經常花很多錢 去吃很多不適合你自己的東西 或者會破壞你身體健康的東西 大家可以有時想得簡單一點 或者基本上去了解一些食材 或者一些草藥 其實大自然是一個保護 沒錯 很多東西可以幫到我們 所以這個節目 我們主要由醫師去講回 他一些了解的民間的各種 對於不同病症的診治方法 還有希望大家對藥物 食材多些了解 或者不要只是道聽道說 或者說自己要了解多些自己的體質 我們才會用藥 是啊 別人云亦云 另外 有件事我想在坊間比較特別的 就是我們這個節目 不單止說人的健康 還會說寵物的健康 因為 小想不到現在捱咎 很多朋友就帶寵物去你那裏做捱咎 都有的 是 捱咎 但是貓也會被你這樣分 如果在動物來計算 你幫到牠的 或者你令到牠舒服的 牠是會任你做的 就是像你摸牠 牠舒服 牠都不走 是 一樣道理 因為現在很多人 會很緊張寵物的健康 我知道外國 牠們都用很多自然的療法 去幫寵物去做治療 牠們會用一些所謂外國的草藥 去代替受醫開的藥 是 可能香港現在才開始叫做輕一點 香港都有 不過就可能沒那麼普及 我們這個節目逢星期二的十點鐘 就會直播 大家可以在我們的Facebook Check Room那裏盡情去問你們 平時可能要付錢 山長水縣去找醫生才能問到的東西 可以問一些你自己 如果你不介意把你的問題寫出來 我們亦都不介意 就由曹巴巴去作答 但是不要問得太深了 問得太深了 不如直接去找你 就在元朗那裏 你的診所 不如曹巴巴去講一下自己 在元朗開業多久 也超過十年 會醫治什麼病人多 一般不傷不病不臭的 都不會找艾舊來做 即是開玩笑 你不會說普通的感冒找我們 可能長期病患會比較多 長期病患 或者一些比較上是 所謂奇難 奇難習性 我知道 譬如有些三室神經 你知道是困擾你 但你沒有辦法找到根源 其實很多都會找艾草伯伯去搞一搞 有時你真是沒有 不相信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 那個艾的威力多厲害 很老實說我自己 真是親身都會光顧曾醫師 才夠膽介紹給各位聽眾 這個節目除了突藥之外 我也希望透過這節目可以幫到大家 強身健體 以及你的身體 遠離的亞健康 當然 我自己親身都是去做過一些艾舊 其實大家不要幻想像吃一顆披薯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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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很多時候都會用這種艾舊的方法 去幫助自己治療一些疾患等等 因為其實我記得你說過 針灸和艾舊有些不同 針灸其實它是會快一點 但它始終是否一種人侵性 其實我們可以將針和舊分開來看 針是針刺法 舊是一個我們叫舊法或艾舊法 兩者是應該共存一起做 效果應該最好 但是艾舊是否會持久一點 可不可以這樣說 如果我們真的要分開它們看 艾舊是比較溫補法 溫補法 譬如針對一些虛症等等 效果會不錯 小女子當然是一個很虛的人 其實我試過腰酸骨痛 其實是搞不到 按摩其實可能很短暫的幫助 我試過做了兩三次艾舊 其實很老實說 我三個月內都沒有再痛 腰骨 我不知道為何可以這麼神奇 但在我自己身上是發生的 因為如果做了一些按摩 可能是第三天已經開始痛 主要是它本身有一個溫補的作用 即是通了一些血氣 譬如你腰骨痛 有很多時候可能都會虛虛的 或者神虛引起 神虛 其實這個節目 我們每一集會找一個 大家比較關注的健康問題 題材 我們剛才列舉了很多出來 都會有段時間去說 除此之外 也會在節目內 講一下不同的食材 食料 或者一些心得 一些秘方 可以教大家 當然也會有 他自己公司的一些 很好的產品 去介紹給大家 其實大家最重要的是 先聽完理論 即是你覺得 會否效果 或者你自己覺得 純粹能夠服你 你覺得OK的時候 你都可以去試一下產品 因為其實在市場上 五花八門的醫療技術 的學問 和不同的產品 真是多到眼花撩亂 你根本不知道怎樣選擇 只是選擇陳皮 你都不知道怎樣選擇 是啊 因為其實 最重要的是 找一些比較有質素的產品 是啊 因為其實你不要貪便宜 我個人也很貪小便宜 都很想 有時會選擇一些便宜的產品 但是對於藥材 那樣東西 我就不會貪便宜 我是找一個有信賴的 一個醫師 去follow我自己的身體 以及去購買他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這樣才能信賴 當然你都吃了 你自己覺得是有效 是不是 是啊 如果不是 你覺得沒有效 才會再試其他 其實我想很多人 都不斷地轉醫生 說真的 不斷地找這個 又找那個 其實你說找一個 你說剪頭髮 你可能固定了一個化形師 但是醫生可能真的會 經常注射 或者可能說 這個都不配合自己 是啊 那個都不配合自己 其實就不是說合不合 你都要給一些時間 醫生去摸索一下你的病症 不過我覺得有些人 可能太急 太急進 很想快點好 傳統醫學來講 他們不是說好像頭痛醫頭 當然有些都可以很快去見一下 是 但是大部分你去看的 你自己都是一個虛症的 那你怎麼可能 是 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們每一集 我們開頭的時候 都講一下熱門的健康話題 好嗎 好 其實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話 近近這幾天 在這個普利界 有一場很大的爭議 大家知道嗎 話說在內地 有一個很出名的科普的專家 他的名字叫做方舟子 他就在一篇論文裡 他提到這個普利茶 大家一向說防癌 小女子都日日喝普利 但是他就 哇 有些驚人之語 他就說 不是的 普利其實是滋癌 他的道理就是什麼呢 他就說 因為普利在這個製作過程裡面 會有很多的那些真菌 醞釀了在這裡 所以其實對人類來說 是有一個很大的危害的 但是這件事 就未完結的 因為這個普利茶的工會 因為他說了這些東西 會很影響生意 因為他是一個很出名的專家 如果你說 發家姐說我沒有人理 但是他是一個出名的專家 於是普利茶的生意 突然間少了四成 你知道普利茶很貴的 那我們這樣說 會不會被人告的 我們只是指示論事 說回這宗新聞 大家可以自己有自己的評述 現在這個協會 已經要求入品了 要他殺上600萬人民幣 我們先不要理單官司 不過先說一下 曾醫師你怎麼看 這個普利茶 其實這個究竟是防癌 還是致癌 說真的 如果我自己也有一點心得 普利茶其實都是一個 挺好的養生的飲品 你說至於它會不會是致癌 我想其實有很多事情 在過程裏面 看看你怎樣去處理 是 看看它怎樣製作出來 是的 你意思是說 可能同樣都是保理 是 可以有些是很好 有些可能會有些參 就是有參癡 質素上面 因為大部分是茶葉 或者我們現在喝的中國茶 它都有移茶素 茶多酚 那些 那些已經得到證實了 是有抗氧化抗牙 防癌什麼作用 那我就留意到 譬如我回鄉 那看到他們的大叔 那是煙不離手的 但是他們有很多茶的喝 不斷喝茶的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看到他們身體很強健 吸煙的人 可能他很重口味 就是吃東西 或者他喜歡喝一些濃茶 是 身體很好的 但是他們 這個可能他還有其他東西 他不說你自己 是的 其實變成我們潮州人 都是很喜歡喝茶的 我自己差不多每天都喝普利茶 那是拿來做什麼的 就是令到我腸胃很差 所以喝了普利茶 我自己覺得腸胃是好了很多 是 比較順暢一點 就是它可以幫助我們消化 是 但是我們怎麼分呢 我們買的時候 怎麼分它是優質還是不優質 除了價錢 價錢也定不到 價錢就肯定可以分到一些 不過它本身 首先它普利有分生和熟 我們香港人一般都是喝熟普利多 就是黑癡癡那些 而在兩者之間 如果你說它的抗氧化能力 確實生茶會比較上抗氧化一點 嗯 就是它會寫著生和熟的嗎 是的 如果你譬如一餅 或者一個陀茶 它會有標籤寫明是說生茶還是熟茶 我們平時買的那些茶包那些沒想 其實如果你細心去看那些茶葉 都會是偏黑一點的 如果是熟茶 就是剛才你說 深色一點 深色一點 生好還是熟好 其實兩者都比較上是 就是要分別的抗氧化 就是生茶抗氧化會高一點 你意思是說沒有那麼深色會好一點 是 因為我自己喜歡喝濃一點和苦一點 但是就對於某些人 因為始終它是偏涼的 就是熟茶是偏溫的 變成如果你脾胃虛寒的人 就不太適合長期的喝生茶 那如果我喝濃一點就適合我 如果你脾胃虛寒的話是的 但是你又不能持續喝 就是可能就是說 譬如你是兩天喝熟茶 一天喝回生茶 假假 是的 好啊這個提示 大家這一集 其實我覺得這個節目 可以幫到大家強身健體 其實健康是要每天持之以恆 保持住的 所以寫下一些提示 有時候不要臨急抱佛腳 到自己有問題的時候 先去Google 找書就遲了 或者找找哪個醫生好 太遲了 而且有時候未必是你自己的問題 可能你身邊的朋友 你的親人 你可以立刻幫到他們 當然 所以 大家一定要怎樣 立刻share我們這個post share我們這個節目 盡情share 知不知道 開心分享 還有稍後我們會有禮物派 還有禮物送 記得分享我們的節目 還有曾醫師 即是艾草爸爸的Facebook 我們稍後再介紹 另外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記住在我們這個留言板上 就免費留言 放心 不用收錢的 免費診證 有些什麼 自己平時解釋不到的健康疑難 你都很趁這個機會 就寫下 知道嗎 其實你之後寫都可以 我們見到下次回答 可以 因為有些人突然想不到 我有什麼要問 可能一邊看的時候 突然想到一些東西 你就可以寫在這裡 好啊 但不要問得那麼複雜 知道嗎 答不到 如果真的要親自去找你 其實我們每集有個健康主題 第一集 這個就真是應景了 剛剛還在吃這個喉糖 就是講這個煙喉鹽 為什麼這個就是我選的題目 因為我發覺 除了我之外 我身邊很多人都被這個問題困擾 即是久不久就來探望你了 特別是去到一些 又未必只是秋季那些 平時都經常 譬如說感冒那些 就一定會喉嚨發炎 接著又揮之不去的困擾 現在可能飲食出了問題 或者很喜歡吃雞煲多 有些人 是啊 又是打邊爐 燥火比較重 夏天都打邊爐 是啊 其實夏邊 夏天打邊爐 是不是真的不是那麼好呢 這件事 當然不是那麼好 如果你說在健康方面 我們要吃的是要選擇 季節性的吃得好一點 你知道那些開騰冷器給你打邊爐 冬天有感覺一點 有感覺一點 如果夏天再來那些 蟲草雞煲那些 其實也要看回你每個人的體質 就是我們吃的東西都要看回自己的體質 是否適合吃 那當然除了說打邊爐的時候 就是很多時候喉嚨發炎 都是因為感冒之後的後遺症 或者後段就開始就痛到死了 然後就要去吃一些喉糖 其實我把喉糖好像沒什麼用 就需要舒緩作用 心理的作用多一點 不好意思 另外就有些朋友 就會有其他的一些 他看門口的藥拿來吃 不如我們首先了解一下 究竟你為什麼會有喉嚨痛這個問題 喉嚨發炎 好啊 在西醫來說就是發炎 但是如果你說在中醫的角度 其實他本身我們首先要分清楚 究竟自己喉嚨痛是虛症還是實症 虛還是實 怎麼分呢 我們不外的就是說風 火 痰 虛 這四個層面我們去看自己的問題所在 風 火 痰 虛 是的 譬如風 火 痰 多數都是實症的 虛的不用說就是虛症 即是有痰的是實於實症是嗎 是的 有痰在中間夾著 或者還要看它本身有其他症狀 譬如你這些實症的喉嚨痛 它可能會比較嚴重一點 重一點 甚至乎吞咽會比較上困難 即是實症的 實症是比較嚴重一點 比較嚴重一點 有痰的 或者來得急一點 呼吸都可能會急速 甚至乎喉嚨不得來也挺腫的 虛症的就可能會 有些輕微的痛 還有喉嚨比較乾 個人可能會有些感覺是微微發熱 甚至乎覺得身體比較上不夠氣力 通常發展到後期就開始失聲了 是的 我稍後要問你一個問題 因為我試過喝完裸汗水之後出了善 不如先說虛和實 因為大家記住虛和實的治療都不同 絕對 可能大家都會經常說上火上火這件事 其實上火都有分真火和假火 其實實火就是我們的所謂真火 假火就是我們的虛火 有很多時候譬如實火的 即是說真火 你吃得太多辛辣的東西 或者過一陣子的情緒比較上波動 個人壓力比較大 這些都可以引起的 是 那虛呢 虛的通常都是經過某一些的病 或者甚至乎我們經年累月太粗勞 引致體質比較上虛弱 或者甚至乎有些人說陰虛 陰虛 那些人就會經常喉嚨痛 比較上是反反覆覆發作 因為我看到Penny Watt 她就說她想感冒發燒的時候 就應該會喉嚨發炎 就是好像想 不過好像我也是 就是想發出來的時候 是喉嚨開始先的 很多時候 要看一看 第一看是不是季節性 就是有時候可能會痕癢的等等 都未必一定是感冒的 但是我意思是說 是不是感冒前很多人都是會這樣的 那一刻就已經開始要搞她了 就正如剛才我所說 如果那個病來得是急的 那她不只是喉嚨痛的 可能其他東西 啪啪啪啪走過來的 那些可能有機會 就是一個虛症 你經常反反覆覆發作 是 哦 這樣 我有個 有件事想突然想起 就是 我記得好像在離京之前 喉嚨是會 痛痛的 很奇怪的 這個可能就是血虛了 或者你當時的狀態比較上虛弱 它真是一個信號來的 告訴你 你很不行啊 是嗎 那些就是屬於她 因為她真的沒有痰 是 大家分到虛和實 如果出現這些 不如先說一下 吃煙的朋友 是 在喉嚨發炎方面會特別多問題呢 吃煙喝酒 都令到我們的肺 或者胃比較上燥熱 是 都會引起 就是因為你裡面內臟那裏 是 是燥熱了 而它的火上來的時候 就去到你的喉嚨那裏 是 正確 是不是這樣 沒錯 很厲害 是 剛才我聽到曾醫師說 原來腎虛的關係 都關於喉嚨痛的 是的 腎虛其實都可以引致我們喉嚨痛 是 所以現在坊間有些所謂 那些人說上火上火 很多時候他們就會 很厲害的 那些人就會立即浸一下腳 浸腳? 是的 用熱水浸一下腳 我們所謂叫做引火下行 即那些火都落到下面 是的 譬如一個健康的人 我們所謂陰陽 即是水和火 火要在下水要在上 這個才是一個平衡 或者健康的狀態 譬如有些人 他腳腫 那些是水在下的情況 他就是不太健康的情況 你意思說喉嚨肺炎 可以用浸腳 就有機會 是的 普通你用熱水浸一下腳 這招叫做引火歸圓 或者引火下行 引火歸圓 引火下行 即將它遷移到腳下 然後在水裡跑掉 是不是這樣? 是的 走不走到 不知道 那是浸熱水還是冷水? 熱水 或者溫水 浸大約5個小時左右 25分鐘 這個最佳時間 熱水浸25分鐘 我還以為它冷水 如果冰水 可以令到熱氣 就千萬不要加鹽 不要加鹽 因為會比較上加腎的負擔 是的 我記得你說過 不要加鹽在水裡浸腳 因為我們的腳底有一個湧泉穴 其實都是一個可以排毒 或者吸收一些弱性的 好好的穴位 Pennie Watt問你 蒸腳有沒有效? 有 現在康間有很多的蒸腳店 是的 其實蒸腳和泡腳 或者用水去浸 都效果差不多 不過要浸25分鐘 浸到不痛為止 但其實又不是只要浸腳 你要幾管齊下 那就不用受苦受那麼久 不如曾醫師又說一下 有什麼日常的 或者是到你出事的時候 才來臨給補佛腳 可以煲什麼來喝 簡單一點 我們要知道 剛才說的實或虛 有句話叫實質卸脂 或者虛質保脂 實質寫下 譬如實證的 我們要清熱卸火 虛證的就要滋陰降火 兩個不同的概念 虛就要補回 是的 如果是實了 好了 很多湯就這樣 那怎麼辦呢 喝些什麼好呢 如果譬如一般實證 有幾個食品都不錯 譬如半大海 金銀花 還有什麼 蓮子心 虛冰茶 如何將這四樣東西煲在一起 其實你可以單獨 或者如果你真的想效果好一點 譬如可以介紹一款茶給大家 譬如半大海 我們下三粒加 金銀花四克 這個可以熱水沖泡都不錯 大家是不是抄不及呢 不要緊 我們之後會補回一些文字 在我們的Facebook Chatroom那裏留給大家 大家去自己勤力抄 好嗎 還有在我們YouTube那裏 我們會寫出來的 因為節目呢 如果我們Key太多東西 就會有點眼花撩亂 不如大家專心一點聽著 好嗎 另外我看到你說如果虛的話 有另外一隻的湯水 譬如虛的 我們可以用一些滋陰 降火的 譬如玉竹 玉竹 天冬蜜冬 花其心 石合那些 石合 石合這件事我覺得很有趣 首先那個字都比較難讀 有些人讀石號 是一個角字 角角角角 就加一個反斗的斗 石合是一種什麼的藥物 其實是一些蘭花 蘭花 石合蘭 即是蘭花 乾了蘭花 是啊 原來有這樣的療效 是啊 它本身挺有趣的 譬如你去煲湯 或者沖泡的時候 會帶膠質的那些液體 是嗎 好的石合就要做到這樣的 好的石合 就是煲的時候會有些膠質出來 OK 這個是不是有其他治療效用的 石合 是 它本身也都是 譬如 它有止音保慎的功效 止音保慎 或者 本身有時 家庭主婦可能都會煲一些石合湯 聽說是 石合湯 可不可以就這樣石合來煲湯的 加些肉 簡單 其實肉可以加一些烏雞 烏雞 或者一些豬展都可以 豬展 貴便宜 隨意的 石合 石合就有這些療效 如果我們的女士經常這麼虛 偶爾喝酒也不錯 又簡單 對皮膚比較好 滋陰 好 寫下 愛漂亮的大家 記住寫下 因為其實 說到美貌 這件事 老實實 你裡面不行 其實你外面 你漂亮也有限 你用一些化妝品 死保難保也沒用 是不是 你回到家 都是對自己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要在裡面搞 中醫有句說話 有豬內盈於外 變成如果你的內科 不是那麼好的 你外面的樣子 會不會很改變 其實是很難去搞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 調理好自己的身體 另外在實火方面 還有一種比較簡單的成藥 可以幫到大家 是 我們可能會聽過一種 叫陸神苑的中成藥 小時候已經聽了 是啊 陸神合體 其實是否有六樣東西 沒錯 它有六味的中藥材在裡面 這個故事挺有趣的 有故事聽 話說有個叫雷韻的先生 他的小朋友喉嚨痛 或者喉嚨有事 苦無對策 找中西醫都不太行 這個本身雷先生 他也是一個很樂善好事 或者經常都對貧苦大眾很好的人 是 據說有一天他就吃吃飯 有人敲門 他出去看看原來是一個 那些三婦都破爛的 類似黑衣 老人家那類的 又跟他吃飯菜等等 是 他沒有嫌棄到對方 就請他進去準備飯菜給他 是 那個老人家吃完之後 他臨走就找些水 在桌上寫了兩個字 珍珠 珍珠 是 是 如是者 那個老人家他請走了之後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都不停有老人家進去他家 每一個人吃完飯之後都會寫下兩個字 譬如有蛇香 冰片 蟬蘇 鎮狼 紅黃 牛黃 是 總共足足寫了六個中草藥 那他突然想起就說 嗯 難道我用這些綠味藥 去製造一顆丸給我的小朋友 去治好他的問題 那他即時就助言起行了 後期真的治好小朋友的喉嚨問題之後 他就把這六隻中草藥叫做綠神苑 是 大家看不看哪六隻 哈哈哈哈 看不看哪六隻 都不是很難記的 六隻不是很難記的 有珍珠 有蛇香 冰片 牛黃 紅黃 和蟬蘇 那這個綠神苑是對於喉嚨的 如果實證那些 有痰是有幫助的 絕對有的 其實綠神苑除了可以治好 剛才我們所說的喉嚨痛 他外用都挺不錯的 外用 怎麼塗在外面 是啊 譬如大家可以試一試 譬如當你有些小朋友他生熱匪 或者有些皮膚問題 甚至乎生蛇 生蛇 是有很多生蛇問題 所謂大臟拋診這個問題 你都可以將幾粒六神苑 硬碎到小小粒 很幼細粉末的 加些米醋 這個真是皮膚 調和了它之後 即是普通的醋 去塗在患處那裡 很神奇 五神奇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什麼很多人都知道 你知不知 聰明 糟了 真是孤流寡民 但是可不可以 不過自己在中稅好像很麻煩 有沒有本身有這些粉末買的呢 六神粉末有沒有的 現在我不知道有沒有 以前我就沒見過 剛才說是熱匪 熱匪 熱匪 或者叫啡子 啡子是不是 口裡面那些 不是 在出汗 鼻膚那些 小粒粒那些 總之生些熱匪那些 可以試一下查 因為有時候都 搞到睡不到覺的 很多人都 我見你說虛火 剛才十火就讀神院 虛火就有一隻叫 知柏地王院 是 知柏地王院 其實就是陸味地王院 加黃帕加知武 可以幫助一些 譬如神陰虛的人士 就會少些這些問題 因為你經常都會 偶爾回來找你 就很煩 其實這個陸味地王院 我小時候都吃過 它是很死多粒 一次過要吃 是啊 吃二十粒這樣 我覺得挺辛苦 是 後來又不是現在 很多大粒 其實它為何要做到這麼小粒 現在也是這麼小粒 然後要數幾粒 為什麼呢 其實是否小粒 這個我真的做了 功效好些 好有趣 另外有一件事 都是軟的 這個都是那些 屬於 這個是不是 是一些有刺粉末的東西 可能很多朋友 家裡都有的 我有時都會用這個 就是叫做龍角省 因為很流行 就是去日本旅行 麻煩幫我買龍角省回來 是 感冒喉嚨痛不錯的 比較溫和一點的中成藥 它就倒進喉嚨那裡 讓它在喉嚨那裡滲透 它是不需要下去餵 它都可以吸收到的 龍角省 但是那時候會不會有些什麼 其他的一些 可能過賺得這麼好 其實會不會有些事情 大家要防一防 或者未必過得對 你肆虐三分毒 你一定要清楚自己 究竟體質 或者你當時 是自己知道的 譬如你有沒有吃過熱氣的東西 等等 其實未必一定要用到一些 中成藥或者草藥 我非常鼓勵別人用一些 天然的方法 天然的方法 就像浸腳 浸腳 或者原來曾醫師 有個秘方教大家 律子學 是 律子學 很多人都未必會清楚 其實我們講的律子學 不是說 我們現在在街邊買到 本身的那個學 其實律子 本身外面還有一個 很多次的學 你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不過兩者都有功效 甚至乎包括律子 本身對於一些 我們所謂叫做 容易有虛火生非脂的人 他本身裡面 因為有些維他命B2 我們叫核王素的東西 他能夠很快就可以 修復 譬如口腔滾揚 或者甚至乎喉嚨化炎 都可以 那去哪裡買那個 大一點的那個學 你在中藥店都會買 就是麻煩給一些律子學 對 你可以就這樣煲水來喝 那要買多少 十多二十元 你可以有幾次喝 那就這樣拿一些熱水沖 甚至乎據報道說 輕微的糖尿都有幫助 輕微 是不是就這樣用熱水沖 不是 我想這個要煲會好些 要炮一炮它 那如果就這樣吃栗子都可以 是不是就這樣吃栗子 是 不要炒 栗子都有作用 炒的義氣 不過提一提大家 其實大家可能會聽過 吃人心不要吃蘿蔔 對 會撞的 或者會破氣 其實栗子比蘿蔔更破氣 是嗎 如果吃得多栗子的人 就不要吃蘿蔔 栗子會破氣的嗎 會怎樣的 會怎樣破化 那你就浪費了人心補氣的功效 即是栗子不要加人心 是的 OK 大家要留意 另外還有一些中草藥 可以幫到這個煙頭炎的問題 是 看一張照片 這一隻在大家去行山的時候 應該都會發覺 經常都會黏著你 覺得很煩 他的名字叫做 鬼針草 鬼針草 認住他 或者我們叫做 癡身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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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有些東西 是會幫到你的 有他的好處 是 其實癡身草 或者鬼針草 他本身是一隻 我們叫做 都挺神奇的 這隻是民間的野草 是 他可以在海拔五十幾米 去到三千幾米 他都可以見到他的 或者就是說 他都挺頑固的 很厲害 通常這些 這隻真的挺神奇的野草 來的 譬如在民間 很多時候 拿它來醫治高血壓 這個效果挺欠著的 怎樣醫治 拿些草回去熬水喝 就是剛才那些拿回去 是啊 剛才上那裏 也是可以拿來 那些人會上山寨的嗎 你可以自己種的 自己種 鬼種到 然後 這一隻就是 如果大家 譬如真的需要 找他幫忙 我想行山人士 基本上 都中過他的褶子 褲子 或者衣服 一定會碰到這些 類似 類似 可以拿回家的時候 在褲子裡拔出來 你要慢慢慢慢 逐條逐條拔掉它 那可不可以洗完乾淨 之後拿去熬水呢 這個不需要這樣做 其實周山都有 周山去收 即是窄多些 它本身這隻 除了可以說很顯著 醫高血壓 就是我們拿它來 譬如喉嚨發炎 喉嚨痛 是 因為它有清熱解毒 清熱解毒 止痛的功效 嗯 所以 譬如我們新界人 很多時候 就地取材 可能門口前面有些什麼 我們都會責它來 拿來幫幫自己 另外 除了喉嚨痛等等 它對於一些所謂 慢性氣管炎 甚至乎腸胃炎 這隻鬼陰草 我們都很常用 氣管炎也有用 嗯 其實你說得很簡單 就用水沖來喝 就是不要吃它 當然是喝它的水 我們通常就會 煲它來喝 就是當作糧產煲 當糧產煲 甚至乎 亦都可以 拿來做鐵打方面的藥 譬如我們很多時候 煲水 煲水之後 可以用來 譬如你的腳痛 可能咬了柴 或者等等 你也可以煲這些來浸一下 真的太神奇了 這件事 另外還有一個神奇的草藥 在山上 是 有沒有的呢 叫做 名字比較難聽些 草 魚腥草 魚腥草 可能在山上難看見 通常在深谷 平原 那些地方 會比上山更多 我記得以前 我們拍煮食的節目 有個媽媽 就說這些拿去煲水 當作涼茶煲水 然後用草來嗅 真的很鮮 是 如果你用手碰一碰它 可能更慘 你去街市買一條魚 很鮮的味 但是煲完 製完之後 它的味道完全消失 原來是好東西 是嗎 可以幫助喉嚨通 絕對可以 因為如果你說 譬如在草藥界 它消炎的功效都很獨特 還有 你剛才不是說 核爆後的唯一生還者嗎 是 曾經有報導過 當核爆之後 你想找到一隻草藥 它還生存到的就是它 所以 這真是厲害 所以現在有很多人說 它有能力去抗輻射 這個也不是說 暖粒的 本身這個藥草 它真的有這樣的作用 非常神奇 大自然多神奇 我們不如解答少少 聽做的問題 好嗎 張培文 他就說 體虛 但是時常都會生非支 怎麼辦 剛才說了 這個正正就是 虛症引起的所謂虛火 為什麼它經常生非支 為什麼它經常生非支 可能是平時夜睡 或者工作之後 大概辛苦 那條理方法也是剛才你說的 對不對 譬如陸神丸 你是一直吃的 你不要吃兩天 又不吃 陸神丸 就未必對 如果虛火 對 可能枝柏地王丸 或者甚至乎 自己焗一下花旗參喝 那些虛火降了之後 就不要再喝了 記住 枝柏地王丸 記住 張培文 另外 Floria說 下山水腫怎樣改善 我們要找一集說 其實簡單 我都可以先搞一搞 不要等到下一集 當然等不到 等一下 為何還未到我 其實剛才我們說炮腳 也有藥乾幫助血循環等等 如果真的想再效果好一點 可以買一些赤小豆煲水來浸 赤小豆煲水浸腳 或者可能用半斤左右 浸高身一點 浸到腳瓜浪以上 那怎樣令下山沒有那麼水腫 如果你腳水腫可以用這個方法試一下 甚至乎現在都幾多人開始 或者我們都會很多時候教別人 就跪在那裏 跪在那裏 是的 跪在那裏 其實就可以幫助我們的血 落腳下 怎樣跪法 就這樣 譬如你看到日本人 他跪在榻榻米那裏 我只知道腳會很快避 可能你血氣不足 如果很快避 很快避 其實你這樣跪在那裏 除了剛才我們說 引到一些血去腳 是 本身都有 藥肝拉筋的作用 是的 日本人為何這麼長瘦 或者他們的文化 我們都要研究一下 是的 據聞都是他們長瘦的原因 如果有些人的膝蓋會比較上痛 你可以試一下跪在那裏 或者我們叫跪坐 兩三個星期之後 令到我們多些血去到膝蓋那裏 就會幫助修復一些所謂受損的軟組織 不痛的情況下 甚至乎可以跪下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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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用膝蓋走它五分鐘 跪下 我想你也很痛 但是效果非常之好 對於腳水重 我試過有些個案 他本身用一些藥去內服 外治都效果不太好 偏偏就是說 即是用這個方法 機骸性的運動 那個腳下之水腫的情況 比較上快健 那我真的忍不住問你 倒吊了不行 因為倒吊瑜伽很流行 即是玩倒吊機或者倒立 或者自己想過辦法倒吊自己 今天把水由上面 落到下面 從腳那裏 行不行 這樣的情況 我沒試過 沒試過 那天試一下 OK 現在再回答大家的問題 說回今天 如何醫治這個咽喉癌 咽喉癌 咽喉癌 咽喉發炎 你不要說有些人 剛才有個朋友問 他經常都咽喉癌 其實不用怕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是否咽喉癌的先事話 其實就好像剛才我說 虛症就會反反覆覆發作 對 其實可能只不過是虛症 但你不給他就麻煩 等於你感冒 你不會一次之後有免疫 你再遇到類似這樣的情況 你都會再感冒 即是他很難斷尾 簡單來說 如果你不治理好那個乾腎的問題 低起心乾 改好身體 就不會那麼容易喉嚨痛 是的 有些東西可以每一天去保健 其中一件事 蜜糖水 我自己都會 喉嚨肝的時候 喉嚨癌 我媽媽就叫我喝蜜糖水 其實實在 我自己覺得喝了 我就不是很覺得 真的能治療 但只不過喝完那一刻 是舒服一點 有潤喉的作用 潤喉的 但其實實質是怎樣 究竟是蜜糖不行 還是怎樣 有機會的 我知道你對蜜蜂、養蜜 這些很有學問 很有研究 我們有一點心得 譬如你用蜜糖水 來處理喉嚨化炎等等 我想輕症就可以 或者令到喉嚨比較舒服 因為你本身 其實所謂蜂蜜 我們要透過蜜蜂去採摘 採摘蜜 採摘蜜 你也不知道 究竟那段時間 是什麼花的花期 譬如夏天荔枝蜜 你本身喉嚨痛 你還吃荔枝蜜 可能未必適合 荔枝蜜不適合 荔枝荔枝比較適合 荔枝比較適合 難怪我聽過人說蜜糖是醋 那也不是 其實正式來說 蜜糖 我們都是當它 比較平和的東西 但是 無奈有時蜜蜂去採摘的花蜜 譬如舉個例子 冬天 我們新界方面 馬路邊很多所謂叫鴨腳木的植物 鴨腳木 鴨腳木 這些所謂的花蜜 味道比較苦一些 還有比較有清熱的作用 它是有少少帶涼的作用 你自己是實證kg還是虛證kg 其實也真的要這樣做 實和虛子 那個不適合 其實實若 predominant 如果那些是ature之一 普通蜜蜜 就是沒什麼特別的花 這個子涉味會影響 名 Friend 所以是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 例如荔枝蜜 這些 redistこの voi 小心一點 未必合自己 會更加醜 是的 還有香港也很難找到荔枝蜜 因為如果更加草蜜就更加嚴重 還有你說其實有些所謂的蜂蜜 可能養蜂的時候 吸收的它未必是花蜜 譬如我們香港養蜂的 很多時候我們分為意大利蜂或中國蜂 我們中國蜂就比較沒有那麼雜食 它主要是採花蜜為主 意大利蜂是比較雜食的 無論是甜的東西它都會拿回去 舉個例子 垃圾斬有幾罐刺激的汽水 它都有一些糖分 它都可以拿回去 那它的蜜蜜不是很不順正 是啊 但是如果兩者分別 意大利蜂它能夠提供的蜜糖量 它會比中風大 它的量多一點 就是數量多一點 但是好不好就大家聽到 你合不合你 你要先了解它的來源 不要說見到有些人 它可能比較有崇洋的心態 就是覺得意大利、法國一定是好東西 就是中國一定是不好的 不是說什麼 有些人真的會有這樣的分野 中國的東西就不好的 外國的東西就好 其實不是這樣 是你看回那樣東西的來源 原產地 那裡是怎樣種植的東西 是不是 或者是怎樣去採那個蜜 多一點了解 蜜糖有時有些人都會有過蜜的情況 所以都要小心點用 如果過蜜就直接沒有喝 是不是 所以要留意了 有時候為什麼喝了有效和沒有效 可能就是因為那種品種的問題 另外當然也要說說蜜草巴巴的拿手本領 看家本領 就是用蜜去醫治煙喉嚴 我看到有些道具 蜜草條 蜜條 這些是蜜條 可以怎樣去醫治呢 其實蜜本身真是 蜜條 蜜條 不是 全身都是蜜條 就算我們不要說怎樣做它 其實蜜葉做的 或者蜜蛹 剛才我們說過炮腳 其實你可以煮蜜葉水去炮腳 是有固羊虛寒的作用 固羊虛寒 固羊虛寒的作用 變成有些虛症的人士是非常適合 虛症的朋友 或者你不想長期都手腳冰冷 或者長期反覆喉嚨發炎 這個都可以是一個比較健康的方法 你剛剛有些痰 那現在怎麼辦呢 如果蜜條在前面的話 你習慣喝蜜糖水 沒有喝了 那為什麼蜜條可以這樣做呢 那本身呢 通常我們拿蜜條來幫患者去分一些穴位 譬如這個所謂 煙喉發炎 我們剛才也有提到說有虛症有實症 是啊 通常如果是實症的呢 那我們一定要所謂清熱的降火 那我們就可以試一試 其中一個我們首部的一個叫合谷穴 合谷穴是不是這個 合谷穴其實是我們大長徑一個 幾重要的穴位來的 就是虎口位附近 是的 有很多人拿這個合谷穴 就這樣 就是手指弓卡在這裡 這樣就是這裡 其實這個穴位如果拿得好一點點 應該是將另外那隻手指放在手面 這樣打斜按進去 這樣嗎 你可以試一試 大家記住看著 這個穴位如果你這樣按進去 因為它是斜 譬如我們落針斜插 這個穴位如果你就這樣去按 你是中一半左右 就是這樣按是不是很合理的 是要這樣是不是 就是中一半 這樣 或者反轉這樣 蓋著手去 這樣去按下去 你會感覺到刺激感是強很多 是的 譬如我們拿一支捷條去幫人做捷救的 如果你是垂直的就不是那麼好的 或者你落高一點點 現在不是看不到 打斜這樣斜 這樣效果就會比較好一點 這樣會深入一點 就是比較重一點 我們好像蛇字一樣 你當然是想縱控心的 是的 原來就算有時候可能買了這些 回去也會用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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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艾嫂爸爸 是不是會教那些病患者 怎樣去使用那件事 教他們怎樣使用呢 我們自己除了幫人做治療呢 就是因為有很多人都未必會這麼多時間來我們那裡 變成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教他們回去家裡 就是有時候他們自己做一下 可以幫到我們更加多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小女子的媽媽是中風的 其實她都要經常在家裡 有些事情是每天做的 你不可以 因為她始終行動又不是那麼方便 不可能每天去看醫生又等等 她也有些事情要自己去學了之後 就是每天去幫自己去保持住 但是當然你可以定時繼續去做捷救那些 但有些事情如果你自己買回家的話 你可以很方便地使用 就是可以做密一點就更加好效果 是 是 所以大家記住了 這個艾條原來就是這樣使用的 另外或者教多一個卸火的穴位 就是我們的手肘這個橫紋 去到盡頭那個所謂叫曲弛的穴位 曲弛 你經常聽過曲弛 或者你曲起手 曲弛 這個橫紋的盡頭這一點就是曲弛 就是大家接起手的時候 這裡有一條坑的 OK 那在這個坑的尾那裏 就叫曲弛穴 是的 那怎樣 堆下去 不用 堆下去就 打斜 譬如我們可以找到位置之後 因為這個是一個叫清熱解毒 我們用一個射法 很多時候拿捷跳 我們就會好像是雀仔刀的方法 這個叫做雀刀法 都用下去 對 就這樣凌空 這樣 大家幻想一下其實是有煙的 是不是 是 我們不需要碰到肌的皮膚 是 輕輕地距離一串 因為牙咬神奇的地方 其實它是用煙去分的東西 它本身所謂叫做熱腹射力 是 其實不是 能夠透進去我們經絡的餘胃 是 我覺得這個很神奇 因為其實你這支是不會碰到皮膚的 其實如果你正式說捱咬 這個我們叫做間接法 間接法 直接救或者直接化 其實就是真的放在皮膚上燒 那不是會症傷嗎 坐手難免的 但是果效呢 就真的好一點 少少分到 不是的 直接就是排在皮膚上燒 我們要看回一些症的需要 或者現在可能那些人怕痛 或者不想流 但是始終如果你兩者的分別 直接救效果會比較好 很殘忍 好像你針灸 說真的 我有一些朋友沒針灸過 他覺得不可思議 好像針灸自己不是啊 一樣而已 其實沒事的 針灸只不過是有一點點 好像針灸的感覺而已 也不會造成什麼傷害 或者看看思術者的功夫 當然了 這個很重要的 先回答一些朋友的疑難 例如Michelle想問一下 這個我爸爸有病的時候 經常聽這個叫廣仔片 廣仔片 片仔王 我想他想問片仔王 片仔王 因為那時說片仔王 他的痣癌很厲害 痣癌 其實有很多 現在我們叫治癌的方法 你用的草藥 大家不知道可能都留意到的 就是全部很多都是清熱解毒的藥 哦 譬如七葉一枝花 七葉一枝花 八花蛇節草 半枝蓮 其實我想如果你說 醫癌症或者腫瘤那些 就真的要諮詢一些專業人士意見 不要亂用 我們現在說的忠誠藥那些 其實有很多都是真的說有臨床有根據 就不是說要亂教大家 是啊 大家要多些研究 就是不要聽到人運逆運 別人說好 你就去試 它是否適合你呢 或者你自己了解了多少呢 Michelle 你適合不到我的 他真的說錯了 幸好我不要跟著他讀 他真的調轉了 片仔王 他寫了王仔片 片仔王 這個都是經常聽到的一個忠誠 或者我們找集 我們也遲早要說一下 就是癌症 我們今天說的就是關於喉嚨發炎的問題 我看到很多朋友 其實也不少人真的有這個問題 就是一個很普遍的都市病 又是菲茲 很多都是菲茲 還有喉嚨經常都不舒服 所以呢 另外有個Nielman 他就說 這個就不關事的 他就每晚都出汗 這個就不關喉嚨發炎事 其實每晚都出汗 悼汗 是的 或者我們叫做悼汗 很多時候可能很大機會 他都是有陰虛 或者神陰虛的情況 神陰虛 是的 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他都可以 再看看自己還有什麼症狀 因為要配合其他症狀 不是單一就可以知道你什麼事 是 大家如果想得到今天 艾草包包送出來的禮物 看多幾分鐘後我會告訴大家 如何可以得到今天的禮物包 還有在這剩下的時間 我們說一些關於題外話 關於健康的 未必是關於煙喉嚴的事 煙喉嚴的事 就說關於驗身 驗身這件事 政府有口號 就說年年要驗身 但其實你覺得 是不是真的要年年驗身呢 是不是要驗得很密 我個人認為有些事情要考慮一下 首先你的年齡問題 就是你本身過往的體質 是不是比較上有問題 你沒理由觸及十八二二的 無端的壯健就可以驗身 或者女士的可能會本身 去到某一個年紀 你去定期副科檢查 我覺得這些都是應該的 不過其實有很多時候 我自己雖然沒有一些儀器 去幫別人檢查 或者我們喜歡看手診等等 手診 這個很厲害 其實你讓我看的 或者你去做檢查的 等同魚翁殺亡 我一定 或者別人一定找到一些問題 就是告訴你 我覺得有時候 真的不是說 譬如現在 有些驗大腸癌 那些 或者甚至乎有些 資助等等 其實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需要 走來自己嚇自己 我覺得這些要看個人的需要 如果你發現到一些表徵 當然要去做 但是很多時候就是比較多些擔憂的人 就是想著我早些發現就什麼了 可以早些搞 這個我們絕對認同的 但是我就聽到不少的個案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這麼巧 我身邊也聽過幾個 就是一驗身 即是突然驗到自己 有些大病 然後還要突然惡化 不知道為什麼是這麼巧 好像天叫他驗身 還是他驗完之後 會不會令他自己太害怕 有時受到情緒的影響 會令他發出一個病 平常心 我想希望每一個人 不要說為了貪小便宜 走去免費驗身等等 其實貪小便宜 什麼時候都是 有時 就是因小失大 不過我自己驗身的經驗 就是都比較害怕 去的時候 因為他就續業這樣揭 那你做來做什麼 你都害怕 是啊 其實他的感覺好像 你不知道他下一句是說什麼的 就是 喂 小姐 你很大件事 什麼什麼什麼 你會幻想 會不會自己很大問題 這樣 變成我現在 其實我不知道多久沒去驗身 不過我都不知道是怎樣 其實我又去過亞早爸爸那裡 為什麼我說你醫術好東西 我有一次就是讓你看過手診 我就說 手你這樣看也知道我什麼事 那他真的說到我的事 就像看掌 就是說到一些裡面的問題 所以原來真的 其實這個手診的 其實不是一些什麼神怪 神奇的東西 只不過就是 就是等於我們腳底按摩 為什麼他可以對身體有幫助 其實是一個反射 反射 我們人體有幾大反射區 譬如我們 我本身是一個紅膜師 也就是叫做 就是其中一個診斷的方法 透過一些儀器去看我們的紅膜 紅膜 你說眼 是的 另外譬如我們的耳朵有耳穴 也是一些所謂的反射作用 情況下 令到我們可以用來醫病 或者看到一些問題 做診斷的 其實手診不是一樣的 耳朵 手 其實你外面已經有些問題去看 未必一定要做深入的建設 他類似是一個好像 例如我們內科有什麼問題 他就可以在這些所謂的反射區 浮現出來 那初步了解自己的身體 是什麼問題 或者哪一個區域比較大的問題 是 是不是 那就再對靜下藥 是嗎 沒錯 還有有時候你自己的感覺 都是最坦白地告訴你 你是其實哪裡有些不妥的 不過有很多人是想著 就是忘記它 或者是 我都這麼辛苦 都沒有空 還要開OT 哪有空去看醫生 甚至乎威疾忌醫 都周時有 威疾忌醫 是呀 很多的 大家不要學我 知不知道 不對的 是應該要 有事是要解決的 你始終一天都要解決的 沒錯 如果不是他解決你的了 病 最重要回去重溫我們節目 繼續有艾草爸爸和花家姐 跟大家說一下 健康的一些資訊 希望大家都醫食無憂 好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